我们对这个卢卡奇的思想的研究啊 还有一个往前说的过程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呢 都是从这个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 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 那么这个研究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是一个什么概念 因为这个历史与阶级意识啊 可以说在他的这个思想史上发展 我觉得是有两重要区分的 一个呢 就是他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和早年的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区分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早年的这个文学艺术 都作为他的哲学思想 因为他同时都受到这样一个 就是他们习惯于就是把文学的创作 当作是一种以这个文学的方式创造哲学 而且他在创作文学的时候 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哲学的思想 如果没有哲学 他的文学是不可能深刻的 包括他早年的这个小说理论啊 就是说很多啊 他实际上都是有他的这个哲学思想 如果从这样看 我们说他一开始上走的是哲学道路 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标准嘛 他在哲学的道路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呢 是他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 哲学的著作 这是比较确切的含义 而不能仅仅把他看作是他的哲学著作 第一不是哲学著作 把他早年的这个文学创作 把他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哲学创作 把他区分开来 把他完全截然分开 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之所以转到马克思的哲学上面 也除了他的实践以外 还包括他的这样一个理论上 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影响 受到这个布罗 我们说了 受到齐美尔布罗赫 他们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这一个思想影响 他也是他自身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从文学转到哲学 不是写这个哲学著作 不是一种非常偶然的 或者是一种突然的这个发现 而是他怎么整个思想 可以说他早期对哲学的这样一个兴趣 在这个文学当中 然后他自身最后就是很愿意 专门写这样一些哲学的这样一些著作 写哲学著作 所以在这个里面 就是第一层要怎么看待历史与阶级意识呢 就把历史与阶级意识 看作是他整个一生创造当中的 第一部马斯主义哲学的著作 而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第一部哲学的著作 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们讲的是两个概念 那就是在之前的著作里面 他也可以当哲学的思想去进行研究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思想的这样一个丰富性 和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发展 就是怎么从一个非马斯主义哲学家 转向马斯主义哲学家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讲他是两重意识 第二重的实际上就讲 他整个他的一生文学艺术 都是他的这样一些哲学的思想的一个表达 那么由于这个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这样一个 连续起来研究 他所要表达的哲学是一种什么哲学呢 生命哲学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他所表达的整个的对文化 包括这个审美研究 他是要揭示什么 人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存在 生命的存在 所以对他的思想的研究 你是不能够把它放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通常的 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就是说这种认识的逻辑学的框架里面 你是不能理解他的 因为他包括他的这个哲学 整个是讲生命问题 那么讲这个对生命问题的创造 他就应该有他相应的范畴体系 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时候 一个呢就是说不能把他的这个文学思想 艺术思想和他的哲学著作 截然分开 你仅仅连着他的这个 读他的这个哲学的著作 你是不能理解这个卢卡奇的 你一定要读他的其他的著作 同时你要把他作为一个 生命哲学家去理解 来理解他是怎么去揭示人的 这样一个生命现象 同时走向这个 建立自己的范畴体系的 这是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说他是把生命和日常生活 联系在一起 就是对于生命哲学的创造 你是把他作形而上的创造 还是走向这个日常生活 所以这个在 虽然我们说提出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就是明确提出这个口号的 是列斐福尔 是列斐福尔 那么但是了 但是了真正开展 这样一个研究的 实际上是卢卡奇 实际上是卢卡奇 特别是卢卡奇 在他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在审美思维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专门认述了 就是说日常生活的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 他是把日常生活 提到了一个哲学的层面 来进行研究 我们知道 在以前的这个哲学家呢 他们在研究哲学的时候 是把日常生活什么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常识 是排除在哲学之外的 那么日常生活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哲学范畴 来开展研究 对这个日常生活 进行一种文化批判的 这样一个研究呢 可以说在卢卡奇这开始的 所以这个卢卡奇的思想啊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对这个整个的 就是这个存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一方面受到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受到卢卡奇思想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造过程当中 这个卢卡奇思想的影响呢 实际上是比这个 格兰西的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格兰西实际上是在这个 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啊 才开始产生 他的这样一个影响 以至到我们今天啊 二十一世纪思想家 才重新当去思考 这个政治文明问题的时候 才产生的影响 那么在当时来说呢 就是在五十年代啊 对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呢 主要是卢卡奇 主要是卢卡奇 当然这个 我们下面也要讲到 这个法兰克福学派 对他们的影响 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 和这个卢卡奇产生的影响 那么由于这三个特点 所以三个特点 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这个 和这个创造的是生命哲学 所以和这样一个表达 它的思想的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这是我们下面也要理解的 核心概念什么呢 一个是历史 一个是历史 一个是生命 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啊 历史要研究 历史要研究生命啊 一定要走向历史 你不能用科学的东西 逻辑的东西去研究生命 因为它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 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整体 所以对生命的问题的研究啊 它要到历史里面去揭示 所以这个里面 它用的这个 主要的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啊 范畴一个是历史 一个是生命 还有日常生活 辩证法 中介文化批判 那么你要是把这几个范畴 抓住了 那么卢卡奇的思想呢 也就可以张开了 也就可以张开了 这是研究这个卢卡奇思想啊 它的这样一个特点 对我们研究卢卡奇的思想 以及它以后的发展 这样一个 我就说掌握它呢 就是有一个主线 研究的这样一个主线 这样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解 它从早年到晚年 思想发展 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五十年代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要把卢卡奇 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来源 就是说他们之间 是怎么发生联系的 要不然的话 就是很多人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 继承卢卡奇的什么思想 就是说以为仅仅就是一个 意识形态的批判问题 其实这个 它的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文化批判呢 刚好和后面两个特点 就是和这个生命哲学的创造 和日常生活的批判 是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样一个联系 所以它对五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啊 产生了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影响 这样一个影响 这个出的这个思考题 出的思考题 你们可以翻一翻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思考题呢 我们是出了两个 我们是出了两个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 卢卡奇第五道题 第六道题 一个是它的 阶级意识理论的基本内容 就是它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呢 讲的就是关于 阶级意识的理论 因为这是它的第一个 我们前面讲的 它第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社会存在 本体论的内容 所以也是这个 两个最主要的 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就主要是讲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它的这样一个 历史与阶级意识 里面的思想 所以我们讲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阶级意识和日常生活批判 阶级意识和日常生活批判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对它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就是你要讲阶级意识的时候 它怎么使阶级意识 成为一个哲学范畴 那么作为阶级意识 作为哲学范畴 它是怎么使它走向日常生活的 就是这种日常生活 是怎么展开的 是怎么展开的 那么作为这个研究 这个阶级意识和日常生活呢 我们说了 它的 首先呢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总体性范畴的问题 总体性范畴的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在这个研究这个总体性范畴呢 首先我们说了 它受到什么 罗沙卢森堡的影响 受到罗沙卢森堡的影响 罗沙卢森堡就是把这个 我们讲了 它首先提出这个总体性范畴啊 就是 当然这个总体性范畴是 马斯和黑格尔那儿就有联系的 但是真正把它作为 这个新的世纪的哲学课题 也就是20世纪的哲学课题呢 它提出来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 它特定的含义的 那么作为卢森堡呢 它主要是把这个帝国主义啊 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看成是一个总体 就是整个帝国主义啊 它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呢 它是一个总体性的 所以它讲的是一个什么 历史的总体 历史的总体 这个历史的总体呢 是就是什么 历史的规律而言的 历史规律而言的 就是说这个和这个 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整个的思路啊 它是有关系的 卢森堡呢 它不是一个 它虽然是非常具有激情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智的 这样一个思想家 所以哪怕它是在最充满激情的时候 它也总是要从这个理性上思考问题 你比方说 这个在看待俄国革命 这个俄国这个革命爆发以后 那么它呢就是说支持说 这个革命啊将会给这个人类 带来新的前景 它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热情 热情就是说热烈的支持 这样一个俄国革命 从这个整个1917年的 这样一个革命 它都是支持的 但是同时在支持革命的 这样一个同时呢 它又非常冷静的思考 波尔斯维克的这样一个 前景的问题 它认为就是说 任何一场革命 你最后都要征循规律 征循规律 所以它认为 你要是违反规律的话 你是走不下去的 走不下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在充满激情的后面 总是受到理性支配的 所以而且它把理性和规律啊 看到比热情更为重要 它认为这是真正展示 这个事物的必然性 和前景的这样一个方面 所以在探讨 总体性范畴的时候 罗莎卢森堡呢 更倾向于对一种 规律的这样一个联究 对决定认的这样一个探讨 那么和卢森堡不同呢 这个卢卡奇在接受 这个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思想过程当中呢 他是把这个总体性范畴 用于探讨主体辩证法 也就是说 他是用于连救什么 阶级意识的问题 而不是连救世界历史规律的问题 这是整个两个方向上的 这样一个不同 方向上不同 所以这个包括这个 对这个阶级的这样一些前景啊 这样一些观点呢 包括这个民主制啊 他们的思想呢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比方说这个 所以这就形成了 他对这个罗莎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关系 对他的总体性范畴 他是赞同的 他认为这个是 具有很重要的方法的意义 但是当他把这个 这是在这个 辩证法这个领域里面 但是在这个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领域 也就是说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个问题上 他是不同意卢森堡的观点 所以他要对这个卢森堡 持批判态度 因为卢森堡 我们说了 他在这个表达 就是充满激情的背后 总是有理性啊 总是要冷静的去思考 所以卢森堡呢 他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这个革命啊 你可以使这个政权发生更替 这个宏观变化 但是你不能解决民主的问题 民主制度 他必须是在法律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解决 他认为革命 不能解决民主的问题 一个民主制度的问题 得见你一定要依靠法律 但是呢 在这个卢卡齐 因为他们强调这个阶级意识 他们认为革命就可以解决 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差异啊 这个差异 所以后来呢 这个卢卡齐啊 你们可以把他的这个历史 以意思看一看 他是论文组成的 那么他对卢森堡呢 就是有两篇 就是三篇文章 但是他对这个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方法 他是持肯定态度的 而对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关于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的 这样一个思想 特别他的这个自发性思想呢 他是持否定态度的 实际上他这个很多人 对这个包括对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自发性的理论呢 都是有很多的误读 就是说他不理解 这个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所以他理解不了 这个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思想 有很多的误读 包括这个卢卡齐 卢卡齐都有一些误读 这个我们不做重点讲 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 卢卡齐和卢森堡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主要是讲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 他的总体性辩证法的一个特点 就是和主体辩证法联系在一起 主体辩证法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和历史规律的研究 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他思想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样一个 在这样一个特点上面 他所讨论的问题 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 这也是我们说的 是这个时期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重新说明理论和实践的 这样一个统一性 这个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 是为了说明一个 表达一个什么问题呢 表达什么问题呢 首先强调理论和实践呢 它是一个总体 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想象什么 理论和实践是一个总体 这个我们说了 在整个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转向当中 它是意味着什么 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 在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时候 它强调什么 理论的一般性 理论的一般性 有这个普遍的 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普遍的 放之四海而结枕的真理 那就说它适合于任何民主 适合于任何民主 那么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 是什么呢 它认为马克思主义 是正确的理论 但是呢 马克思主义 不等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普遍的 它是特殊 只是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现实 社会主义现实的反应 但是你不是一个普遍 不是一个普遍 那么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西方 应该结合西方的 这样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一个现实 来进行理论的创造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任何理论都是具体的 都是和它的实践内容 是一起的 所以这就实际上 在这个理论上 是什么 把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 从它的这样一个 国际化普遍化 走向了什么呢 走向了民族化 和特殊性的研究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特殊 而不是普遍 而不是普遍 这是第一个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整个的 通过这个问题的讨论 整个的格局 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一元走向了多元 走向多元 强调也就是说 由国际性走向了民族性 这样一个转折 所以这个里面呢 它的第一个含义啊 就是强调理论的具体性 强调理论具体性 任何理论 它都是有它的 和它的具体实践相一致的 这是第一个含义 那么第二个含义呢 它强调啊 就说既然这个理论 和实践是相一致的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 如何把意识 转化为行动的问题 如何把意识转化为行动的问题 我们讲的理论的具体性 讲了什么 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是吧 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讲这个理论 它本身和实践 是这个具体实践的反应 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那么把理论转化为一个阶级的行动 转化为一个阶级的行动 它指的什么 是一个意志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是一个意志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这个 这个时候讨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呢 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行动意志的问题 也就是说是一个阶级的 这样一个行动的 这样一个问题 阶级的意志的问题 所以这就 而后者呢 在看来是最为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 所以这就由认识论 转向了这样一个本体的研究 所谓本体的研究 在这个里面讲阶级意思 就是研究这个 一个阶级的 这样一个 特别是无产阶级的 它的行动 它的行动是什么 怎么样把它的思想转化为行动 也就是一个意志问题的研究 意志问题的研究 所以它的第二个含义 讨论理论和实践的第二个含义呢 就要探讨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这样一个统一 也就是它的行动 它的认识和行动的 这样一个内在统一性的问题 内在统一性问题 那么正是这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就形成了卢卡奇的 总体性范畴的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说对这个 总体性的一个方法论的探讨 那么也就是它称之为 方法的总体性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这个方法 总体性的形成和作用的问题 形成和作用 也就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唯物辩证法和 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法的问题 包含两个层面 包含两个层面 那么在这个两个层面当中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 作为方法的这样一个 总体性问题 方法的总体性问题啊 我们首先看它的 这个认识能方法 作为认识能层面的问题 那么作为认识能层面的问题呢 在这个地方啊 卢卡奇主要的是什么 要考察 就是要把这个马克思的这个 维吾辩证法 马克思的维吾辩证法 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的方法 区别开来 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方法 经济学的方法区别开来 他认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方法 主要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就是他们对经济的考察 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而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的 所运用的这个总体性呢 他所运用的是一个辩证法 是一个辩证法 所以要对这个问题啊 进行讨论